朋友们大家好 去年干旱可以说是百年难得一见 今年竹林下面到现在都还没有发现有春省 晚年的时候东省与春省比较多的竹林下面 今年找一找看有没有省 在竹林下面找省 不管是东省还是春省 老师傅告诉我 一般青竹边两边就会有省 这个青竹边 大家看一看 刚在这边挖了下 没有发现省 在前面 这个青竹边 旁边就有一个省 这个省不知道是东省还是春省 先把它挖出来看一下怎么样 初步判断 这个省它应该属于东省 路途不是很深 然而这样子横卧着生长 晚年在这里挖了省 不管是东省还是春省 个头都挺大的 然后这个受干旱影响 这个省比较小 这个省挖出来就像一个牛角一样 肉质看起来有点老 但是这么欠缺的环境下面 能够找到这样子的省用来炒腊肉 也是难得了 这里就应该有一个省了 大家看 摸到了 这个省就在这里 这个省牙都已经冒出了 金黄色 不知道大不大 先把它挖出来 这是今天的第二个省 个头大小 有这样子就已经很不错了 别看 这个省挖出来 大概有半斤左右 去掉它这个外壳也没有多少肉 老人常说要想挖大省 必须看它的竹子大不大 然后这个竹子大 今年这个特殊情况 并不代表它这省就会大 在这个竹子旁边 就发现了两个省都是很小的 拨去它的外壳里面的肉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样的省挖不挖都没用 在竹林下面大概一小时就挖到两个大点了 像这些小的 找到挖了也没用 就剩一个外壳 这两个回去准备炒点腊肉 回来先把省的外壳去掉 看一下有多少肉 两个省剥掉外壳 就沾一点点肉 用来炒腊肉还是可以吃一餐的 挖回来想要趁鲜鲜来使用 切成薄片 与腊肉一样都是这样子切成薄片 炒起来更加容易入味 先把腊肉炒香 炒上腊肉会出油的 再把这个省倒进去 省炒软趴之后 放入鸡精味精辣椒粉 出锅前放一些大葱 放入东北大葱 它的味道更鲜美 一道农家香味十足的 东省炒腊肉就完成了 这个食欲大家看得怎么样呢 有没有吃过东省或春省呢 现在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下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份评论区的